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9月13日,迪丽热巴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最新造型罩 公主切发型十分鲜嫩 热巴姐的公主切发型没有搭配其刘海 少了一分可爱,但也多了一分自然慵懒 乌黑浓密的头发温柔地披在肩上 气质温和清纯,再加上她当天的装扮也是随性风 白色衬衫搭配牛仔阔腿裤 整体造型非常和谐 热巴对静田笑颜值超高 但不知道是不是拍摄角度的原因 热巴的身材似乎已经过瘦了 腰围看上去比头围还要小 而且她的手臂也是细得像筷子 堪比皮包骨头 仿佛一折就会断 让人有些担心她是否减肥过度 不过热巴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眼神明亮笑容灿烂 因此大部分网友都在评论区里留言 大赞她的美貌 直呼美女就是可以驾驭各种风格和造型 据悉 热巴作为当红小花 在凭借克拉猎人爆红后工作就一直很忙碌 此前她的新剧 《长歌行》和《你是我的荣耀》刚播完 她又火速镜组拍戏 和龚俊等人合作主演《安乐传》 《安乐传》和《长歌行》一样是大女主剧 讲述了女主安乐 凭借自己的机制能力 在得到太子寒夜的赏识后 一边帮助拯救黎明百姓 一边洗刷家族冤屈的励志故事 除了拍戏 热巴还有各种广告活动 9月8日她官宣了一个秋衣代言 即使身穿保暖衣都能美到经验 衣架子身材贵气十足 希望热巴在工作忙碌的时候 也要注意保重健康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